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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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我很少跟其中一间房的人交流 都跟自己房间交流 就跟自己比较熟的人 你可以接受不交流的室友吗 是可以的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跟他没有任何交进你是可以接受的 都可以的 他们不交流是他们的事情 跟你不交流 可是我的话我会去主动打招呼 我可以啊 可以接受不讲话 完全跟他没有交进 你OK 我是有一点洁癖的人 所以在卫生方面 我觉得要很注意 很像住宿舍的都是公用厕所 所以在厕所可能比较 私人的一些衣间那种东西都要收好吧 大房间的时候大吵大闹打扰到我们 或者是在外面吹头发 然后地上没有清理 只要他在房间里面做的东西 就没有打扰到我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没有穿业走来走去 如果男生应该还好吧 我也是不能接受的 住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是可以的 但是后面他们的那个本性都露出来了 然后就会有拉搭的就拉搭 很糟糕那种 就是好像你吃那个快速面煮啊 然后你两个礼拜都没有在洗 他放在那里放在身重为止 很夸张啊 然后外面整个客厅都是臭的 一进去一开进门是臭的 偷吃我的东西 偷吃你啊 这个是你最大的经纪啊 对 其实我觉得我会成为这种室友的纪律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是很不爱收拾啊 收拾东西 就其实你当做没有看到他 其实乱中有整齐 没有讲对付 因为这人家是大家的 所以我也不能去跟他们讲可以stop 或者是会提起他们讲可以小声一点吗 我要工作这样子 先去试看看解释 去了解他为什么他的人在处理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如果他还是不接受别人的一些宣告的话 我会选择去板掉这个宿舍 他们不要打扫还是这样的话 我就会就是利用honor来对付他们的 打抓狂然后就叫他打扫这样子 投诉他然后想办法可能告发他一下 给他一个警告 就去劝他如果不可以的话就call给屋主哦 如果是关于环境的话我就会自己去打扫哦 不听话我讲话我就没有办法咯 我自己做 here he